我们如何用手机才能拍出如此美美的这种银杏人像呢 我们又该如何摆一些动作呢 远看着这些银杏术成片的金黄 但是当我们真正走入到临间的时候 去进行实际的拍摄 去发现难度是非常的高 但是大家只需要掌握下面的这几个拍摄角度 我相信每个人都能拍出非常棒的这种银杏人像了 大家好我是外比大叔 今天我们来教大家怎样拍银杏林 拍银杏林其实没有多高深的技巧 重点就是怎样去站位和旋景 而我们现在环顾一下周围 大家看下面这一片银杏林的话 相对来说比较浓密 而且我们这个第四 我这边要低一点 当这个第四比较低的时候 如果我们这个妹子站在这个位置 小叔过来到这边来 对你往后退一点 对你看这样子你拍过来 就能拍到大片的这个银杏林是吧 如果我们不讲究构图对吧 不讲究旋景的时候 骗着头直接拍一张 这个时候就会导致地面的这些元素不好看 来继续骗着头下起来啊 我们稍微的构图一下 你看当我们把它往上扬起来 地面是干净的 天空也是干净的 人物也非常的美 来 对 妹子可以闻着叶子 对你看我们开启了人像模式 把它放在这个构图位上 很美啊 人像模式识别到人脸以后 可以让人物深厚的银杏林被虚化掉 正是因为这种虚化 它就能带来这种唯美和梦幻的感觉 看远方也好看的 对 好这样子我们这个照片就非常的完美了啊 我们也可以让人物靠在这个树干上 给它拍一个半生特写这样的画面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当我把手机夹好以后呢 我们用到了这样一排树的阵列感 如果说我往这边挪呢 它这个空间感就没有了 因为后面的那些树被挡住 所以我微微的露出远处的那几根树 然后再稍微的挪近一点呢 这样子就能够强调人物和这个树干的关系 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仰拍一点点 大家看一下 对这样子我们把它放到黄金分割位上 叶子不要完全的挡着脸啦 不要挡到鼻子了 对好手整个的放下来 这样拿着叶子就行 对还是靠着的 靠在树干上的 对好 好的 那当我们再近一点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拍的更加的特写 好继续靠在那个树干上 我升高我的手机 对 然后把脸转向那边 对看着远方 好这样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我们现在呢用一个大光圈模式 直接把它对交到这个叶子上面啊 但是叶子和脸之间不要被挡住 放松 对 对对对 不要晃了啊 就这样子 头偏起来下着 对 好 可以了啊 可以了 那么我们为了丰富我们的视角呢 我们也可以让人物坐在这个地上 但是坐地上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种比较干净的这种地面 什么叫干净呢 就是没有一些杂草 没有一些其他植物 而是大面积的这种落叶 那这种时候呢 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选一下景啊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角度 很多时候呢 我们喜欢把人放在中间 然后用这样一个俯拍去拍这种坐姿 其实这样拍出来 来 轻轻看着我啊 看着我 对 这样拍出来的缺点就是我们远处的树林表达的不够丰富 所以我们只需要来看着 继续看着我 对 找这个感觉啊 我们降低降低 对 不断的降低 然后稍微有一点点仰拍的时候 整个氛围就出来了 把左脚收回去一点点 对 对 对一点点啊 对 很好 你看这样子我们就能拍出一个非常美的感觉 同时我们可以再近一点的话 就可以拍特写 近一点 对 然后就玩小叶子的感觉 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不用把他的脚拍拳 对 就是这个情绪啊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远处的树干 和他的头重叠的太厉害 所以我稍微挪一下就可以挪开 这样子可以 对 很好 又看着远方又发着呆呢 对 对 这个情绪很好 对 你看这样子我们就能拍到这种情绪 刚才我们用了一些低角度呢 我们现在可以找一些高角度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叶子 而我们的手机离这个叶子足够近的时候去拍摄的话 它是可以做到一个虚化前景的效果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缝隙当中去找一下妹子 然后用我这个遥控器来给它按快门啊 然后用我这个遥控器来给它按快门啊 就这个感觉很好 手机离这些小叶子足够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产生这种前景虚化的效果 你看如果说我们直接这样拍的话 来 对 这样就没有这个氛围感对吧 很好 好 我现在赶快找一个前景 我们来试 继续刚才这感觉 好 当我们用了这样一个前景以后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画面的效果 它就会显得更加的梦幻 更加的有这种空间感 这就是我们这个自拍杆 在这种日常使用当中非常灵活的一面啊 好的 你学会了吗 我是歪比大叔 我们下集再见